中文字幕 李宗盛 那時候我妹妹出事的時候 我爸爸騎著摩托車 從部落騎到這邊兩個小時 所以我們這邊的態度是 小病等待著很痊癒 重一點等待有醫生過來 更重的就是在家裡緊緊等待死亡 這麼簡單呢 現在我們住鄉下的話 沒有什麼買菜 除了買豬肉以外 都炸炒都可以吃 像這樣這樣就可以飽餐了 那時候正在三半到零前一天中 突然覺得怎麼坐手就這樣 那麼突然很麻 然後當我坐車的時候 我發現我坐手自然就吹下 他說完蛋了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 24個小時能夠有人過 那是最好的 因為他只要稍微看不到人的話 就會想到這個東西 那時候 我們不要去找那個心靈啊什麼啊 我那個朋友也是生病 像我一樣 沒有辦法自信 我小的時候還沒有教會的傳入 那個時候我們完全是靠這些巫婆們 來做那個儀式 如果那個豬子停住了 就是室 就是觸犯到那個地方 那個殺的豬應該去贖罪 對啦用那個祭品 求他們寬恕啦 當我在念醫圈 我就回去偷偷問我外婆說 你到底怎麼治好病人 我外婆也是神秘小教授 我也不知道我怎麼治好病人 我只是當神跟人之間的溝通 我把我只能當神病人 然後祈求醫生來醫治我們這樣 很多土前幫治療 你今天是租ijn工作の被禁住 reasonable ヽ ノ 應該是賲的 他直接吹牢 直接在整理東西 好酷喔 所以我東西都灑出來了 這就是 你 being sat on the top 沒有沒有 就單程工作的地方 很舒服耶 底面沒有看到外面就要把雜物丟出去 導演最近在剪接什麼 最近在剪 喔我在剪芯片的 新的片子是叫 我曾認識一個畫恐龍的人 就是在拍我老公這樣子 工作室我現在就是有兩邊的電腦可以用的 這個是剪接然後這個是 我的剪接 剪接兩台電腦剪接這樣 因為我最近剛買了這一台 所以這邊兩個系統不一樣 這系統比較新 這台不要更新比較困難 所以就還是先放著 因為它還是能幫我剪很多片這樣 然後這邊是有光碟機什麼的 可是這是筆件 對這是筆件 所以我就外接硬碟 然後這個硬碟也可以接這邊 對 但是兩個案子就是同時剪接這樣 我最近都是用這台剪 然後這台就是舊的 舊的專案我就用這個牌 舊的牌都在剪這樣 我沒有特別專門用這個用什麼 這個用什麼 沒有特別 對 沒有去限制它的用途 對 今天想用這台就用這台 今天想用這台 真的是這樣 但是這台風能比較多這樣 這台 對啊這台比較新啊 這台最新的 所以用起來就很有虛榮感 而且打起來就很爽 我可以問一下那個畫嗎 那是你 那是我 那是你 在眼鏡的我 之前合作的朋友 我就跟他說今天是我生日 就畫了一張圖說要送給我 那旁邊那張是 那就是那張是我先生 跟那個朋友一起畫的圖 哦 對 所以是兩個人畫的圖 好哦 今天是我們到了聊天室第十集 那我們很開心的來到的是 宗嘉琳導演的個人工作室 那嘉琳導演呢 他是 我們包子檔電影院 裡面有合作一部片 尋找小村的醫生的導演 嘉琳導演呢 算是團體合作的導演 那樣子 那我們就很開心的 請導演可以先自我介紹一下 好 就是 剛剛 剛剛講到世新 所以我也是世新畢業的 世新廣電系大學 大學畢業 那我現在覺得 大學學歷真的好低哦 因為我現在隨便身邊一群人都是碩士這樣子 然後就有一點小自卑感 好啦 那我是世新大學廣電系的電視組 畢業的 哦 電視組 對 2010年的時候 突然有一點古老的感覺 對 然後這十年就是一直在拍紀錄片這樣子 然後就是跟 最開始 泰韌導演還在 舊世界的時候 對 那時候就有 開始跟舊世界有一些 合作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很密集的跟 陳志涵導演一起工作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還有剪一面 就是陳志涵導演的片 然後 那時候 對 然後還有收割太陽 公共電視的那個4K的 然後 然後 我也是 去在那個劇組裡面做 資金導演跟剪接這樣子 就學了滿多 技術上實務的事情 對 謝謝陳志涵導演 謝謝 謝謝 Mussel導演 我都直接直呼他本名 我都忘了 應該要叫他Mussel導演 Mussel導演 對 然後現在 就是 尋找小春醫生 有跟包子男合作 就還滿開心的 讓我覺得 哇 我的片 就是一直 一直一直有人在看 他一直 跟這個社會 發生關係 雖然他是 小小的 小小的 可是我還是會覺得 很高興 那個高興不是說 拿到多少錢 但是高興就是說 他一直有被看到這樣 所以我就很謝謝 報紙導 對 謝謝 謝謝 很開心 因為剛剛 剛剛您提到說 你是四星廣電 對 電視組 對 就是 那我就是有點好奇說 當然是什麼 什麼時候會發現說 自己想要去 考這樣子的 電視組嗎 對 或是四星廣電 這樣 瞭解 我高中的時候 就想要拍電影 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選田 我就想全電影系耶 所以我那時候第一次願其實是 台藝大的電影系這樣 可是我分數沒有到 然後再來就是我媽就 一直覺得說 念電影不知道要幹嘛 所以她就說 那個叫我填電視 填在電影前面 所以我就把四星電視 填在四星的電影前面 然後就有中了這樣子 就中了這個四星廣電電視組 然後我們就學 我們就有學節目喔 然後也有學怎麼拍片 可是我覺得那個拍片是技術 它比較不是電影 它是技術上的話 它就會跟你講 比方說訪談要怎麼拍 如果是二機的話 兩機的話你要怎麼拍 對話鏡頭 就比較技術上的教學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電影是不同的東西 但那時候還是因為這個機會 所以有去偷偷 也不是偷偷 就是我有去修一些電影組的課 然後所以就知道 有這樣子的一個世界這樣子 你說紀錄片的世界 電影的世界 對 我在大學的時候完全沒有接觸紀錄片 其實我們是有一些課程 是紀錄片的課程 可是我就是對那個沒興趣這樣子 然後後來畢業的時候 我其實都是拍劇情片 我都是拍電影的 對對對 然後 可是我是做那種小製作的 對 有一些同學他們可能會做製作很大 可是我就是做小的 這樣 然後後來就畢業了 然後開始工作 剛開始是進入比較商業的公司 去做一些網路小廣告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有一個機會可以去 幫一個紀錄片導演叫王明霞 做他的剪輯助理 然後我就跳過去了 然後那時候做完也沒有覺得說 紀錄片有很吸引我 可是就在我那個專案結束的時候 然後王明霞導演就丟了一支DVD給我看 然後那部DVD就是沙灘上的安妮 就他租了一個片 他沒看 他就說你要不要看 我就說好啊 我就看 然後我就看了之後就想說 這傻小 就很驚嚇 就說 怎麼一個法國新浪潮之母 然後拍的紀錄片長這樣 就根本就是沒有看過 因為他不是台灣會拍的那種 以前我在電視上看 他不是以前我在電視上面會看到那種紀錄片這樣子 就是他非常怪 非常奇怪 他用很多當代藝術的表現方式 或是錄像藝術的表現方式 可是在台灣比較少人會這麼做 而且其實以我們以前的領域 我們很難會接觸到當代藝術或是錄像藝術 你要特別去美術館 或是你要特別去一個展覽 去看這樣的展覽 你才會看到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在以前的經驗也不知道那是什麼 可是就那個電影 就讓我覺得很奇怪 可是他又很烙印在我心裡 他就是 讓我覺得說 如果紀錄片可以這樣拍 好像是可以的 所以他就變成了我一個目標 就是說我還是會以那一部片當成一個目標 目的就是說 我想要去拍那種類型的紀錄片 然後我後來發現 就是... 我覺得那部片的影片 就是... 對... 我覺得那個圖片 就有一點那種... 掉掉 那個... 有一點後攝 他會有一些後攝的東西 寫在裡面 我覺得那個是非常... 對我來說非常有趣 非常吸引我的東西 我知道他是很多部片的導演 然後他有部片就是 可不可以是人型的台北的那個電影大獎 首獎 首獎 對 應該是那部片吧 他太多部片了 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尋情進險記》 他就是覺得蠻好看的 因為看第一次跟看第二次感覺不一樣 那其他部片我沒有看到 對 因為我對他的 對他作品的印象是 他的作品就是蠻 他就是蠻清楚的 然後可以就是 直接讓你的心 讓他的東西傳到你的心裡面 所以就會覺得好像跟你剛剛講的當代藝術 我會覺得好像是不太一樣的東西 我剛剛腦中出現的疑問是這樣 因為我對當代藝術就是一個 他是一個很現代的東西 然後我可能會看不太懂 就是我剛剛出現的畫面是這樣 嗯 嗯 很深刻 真的很好奇剛剛導演講的 你剛剛說提到法國的女導演 他裡面的作品大概 他是怎麼樣的 安妮華達 這幾年 因為安妮華達這幾年過世了 那去年吧 就這幾年而已 這兩三年很近喔 所以那個時候他應該是七十歲還八十歲左右的時候 他就是拍了一部自傳的電影或紀錄片 因為他有時候紀錄片走到一個狀態 我覺得他已經是電影了吧 對啊就是他已經不是只是紀錄片 他很有趣就是他會去拍空中飛人在沙灘上面 在盪來盪去 然後那些空中飛人就是裸體的 他們就這樣子盪來盪去 然後接來接去 然後他的那個旁白就是說 我覺得我的人生就像一部黃色電影 黃色色情片 色情片 他好像是直接講色情片 這個喔 對對對 我的人生就是一個色情片這樣子 所以你就會覺得 蛤 然後印象很深刻吧 對啊然後 我覺得那個東西就是說 不一定你能真的可以從他的那個 拼貼出來的語境去 真的知道他要說什麼 可是他就是比較是感覺或是感受的東西 喔 對 了解 那導演就是 你最 最崇拜的導演是 剛剛你這樣 米華塔 就是他 崇拜他 喜歡他 因為我喜歡一些別的 華語區的話就是 王家衛吧 我大學的時候很 很迷惘家衛 然後 騎士老師級 波蘭 應該是波蘭的吧 騎士老師級 對 然後 楊德昌 李安 李安 李安講起來好像很普通 很普通 因為大家都很愛李安 沒有人不愛他 對 那導演目前的創作是一紀錄片嗎 還是 對 多多少的劇情片 劇情片沒有 不過我現在就是 紀錄片我有一些虛構的東西出現 虛構 虛構就是說我會去拍 拍一些東西 比方說像恐龍 我就有做紙箱恐龍 一個人的 就是一個人的 這個大小的紙箱恐龍 然後讓他去走 然後 就是街上去西門町走來走去 然後去拍 然後或者是 我也進去演 然後我跟那個恐龍 對戲之類的 所以你想像那個畫面其實是有一點 好笑荒謬可愛 類似這樣子的狀態 我把它放在紀錄片裡面 所以我現在開始也是嘗試有拍一些虛構 虛構的東西在裡面 就是像我剛說的 就是它不是我們真的去拍真的發生的事情 而是我寫了一個腳本 然後我去拍 然後把它放進我的紀錄片裡面 這樣子的方式 就放 就是可能他今天講一句話 就是像剛剛 您剛剛提到的那個導演 他就說我的人是想換 就是一個色情片 可是他畫面是 可是他畫面卻是有人在 裸體彈球界 對 那個叫空中飛人 對 裸體的空中飛人 這樣子 對很好 很好玩 有我覺得真的蠻好玩 對 會蠻好玩 對 所以這部片導演是在製作中 對對對 我現在在來剪 現在剛剛就在剪 對 我今天也有剪 其實我每天沒事的時候 我都來剪一下 真的 對啊 因為我自己有規劃我這段時間 就要來剪一下這片 所以我三月就在剪 然後 感覺可以剪一個長片 然後目前我自己覺得初剪的完成度 可能不到50這樣子 我現在在講的就是剪接的狀態 不是說我設定 然後我七天就可以剪完 我就是需要剪一下 然後放著 然後過個幾天再來看 看我這樣的狀態是不是對的 對 我覺得這很難 很難講 它就是一種感覺 有時候會覺得走偏了 像我剛開始剪 開場我可能就剪了三個版本 然後才覺得差不多有走到 有進入狀況 然後才開始去繼續剪它這樣子 就是感覺是心裡面要突破的障礙 一直在跨越 可是那個東西是看不到的 就你也不會從剪接上面 真的看到這些過程 那個是只有自己知道說 我在害怕什麼 我有一些想要遮掩的 不想讓觀眾看到的是什麼 就這個是只有自己看到 所以就會經歷那些 有三個版本的過程 是不是又太detail 就是還蠻好奇就是說 這個是說導演在剪這部片 然後就是它的內容 剛剛還有說您剛剛提到就是 你不想面對 我不想面對 對就是很好奇啊 因為這種就是不能公開的事情 不能公開嗎 所以現在就在一個導演聊天室 就公開了我就是會非常尷尬 那它主要是在講什麼故事 它是在講恐龍 恐龍的話它是在講 躁鬱症 躁鬱症 對對對 然後它是我親近的人 一個我很親近的人這樣子 對 那然後這個疾病 要怎麼講 我覺得經歷這些事情 就會讓我感覺到說 喔原來這疾病它確實在 這個社會上面是 就是大眾不會覺得這是一個可以公開談的事情 不會覺得它是一個正面的東西 嗯 可是就覺得 欸紀錄片一直都試著在處理一些比較邊緣的題材 或者是說 比較負面的 或是說比較疾病的東西 那大家都是怎麼去處理這個東西 就直接把它拍出來嗎 就直接直訴它嗎 然後我就覺得 像我這個恐龍隊友來說就覺得 我要去直訴它 直接的敘述這個東西 對我來說是 太困難了 不可能發 不可能達到的 就我必須要 去學許多的 藝術手段跟技巧 再去重新處理 它才有機會可以被看到這樣子 你說 畫面 處理它的畫面嗎 處理它整個畫面啊 敘事啊 等等的 全部都是 或是 象徵隱喻 就你必須要去 就像你在寫 作文的時候 你會有一些隱喻在裡面 對 就是你在講 風風水水 或 花花 花花 又怎麼講 比方說你在寫一個花 可是你其實也不是 不只是在寫那個花 這樣子 你可能就是還有一些 其中的含義在裡面 這樣子 嗯 對 有點那種感覺 反正所以你就變成 你要再去抓說 要怎麼做才可以做到 它是隱喻 可是它又能夠被讀到 讓我想到那個什麼 橘子 橘子是什麼 某某柯 國文課本裡面有一個 楊什麼的 爸爸 朱志欺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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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喔對朱志欺 你們那個年代還有這一篇喔 有有有有 他說那個橘子象徵 他什麼爸爸的溫暖的愛 喔真的喔 原來橘子就是象徵 爸爸溫暖的愛 對阿國文課本場 不是國文課本 就是那種考試常常要考這個 然後我就看一次覺得 喔是這樣 怎麼看不出來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要去想說 欸我們這樣會不會藏太多了 這樣子 那是不是要讓它再 不要藏那麼多這樣 所以永遠都是在抓那個 尺度跟界限這樣子 沒錯 嗯 對 好困難喔 我們是應該換個話題 怎麼在這邊逗留太久了 對我們可以討論一下我的 最近去年剛結束的片 就我尋找小春醫生之後 尋找小春醫生之後 就還有做一個片叫做夢 嗯 我最近正在投影展這樣子 做夢 做夢他 他其實是 那一個片的延伸 他就是專門 他就是透過 我們就去訪談 就是土板村那邊的人 他們做了什麼夢 然後去看 他們的那個夢裡面的世界 然後我就收集了六段 然後最後 就把它拼在一起 然後那個畫面是我主觀去剪的 我就是按照他們講的內容去剪 有時候是順著 有時候不是順著那個意思 嗯 他有一點 我覺得對於一般的觀眾來看 可能會覺得 小複雜吧 因為 我們是 我們是比較習慣看順著順著的敘事 我們不會 有時候他有一些矛盾或是隱喻 那個對一般觀眾來說可能太複雜 我不知道 可是我自己覺得 我找到一個新的敘事方式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挺有趣的 他比較像是在寫詩 或者就是在寫 寫一種 我不知道 就是他 他真的有一種 對我來說有一種寫作的感覺 對 然後 然後我覺得很奇妙的是 就是他其實是 是在拍他們做的夢 然後 可是他 最後卻都指向了一個世界 是我們看不到的世界 是一個形而上的世界 或者是說 死亡那邊的世界 相對於生的死亡那一頭的世界這樣子 然後他跟烏烏這個事情的本質 也是有一點像 因為傳統的巫 巫師的話就是在傳統 就是女性可以擔任這角色 然後他們也是被指派的 被上天指派的 所以常常是用做夢的方式去 去得到一個 隱喻說 就是 有被指派說我要去做巫師這樣子 那 這個巫師他就是人類跟 人類以外的靈魂的世界 中間那個溝通的橋樑嘛 所以我覺得 很有趣的是 我其實就是 在處理做夢這件事情 我好像意外的 我就通往了那一個 屋的世界這樣子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對 那 對於原住民的理解 可以說原住民 可是 對我來說 我也不會覺得說 他就是 就是分 漢人跟原住民 因為對我來說 也很 也很近耶 也很靠近 因為我本身 愛做夢 很會做夢 有時候我做夢 也確實好像會有一些 預知的狀態 有時候 有時候我不確定 當然 我現在大部分都會蠻記得 我做了什麼夢的 然後我就覺得蠻有趣的 我先生過世那段時間 我一直在做夢 對 很奇妙吧 所以也可能說 我做那個做夢的那個作品 他有可能也就是我這一段時間的 身體感的延伸出來的 的 的東西 這樣子 對 對 所以大部分是在講 就是 夢跟 跟巫醫的之間的關係 這樣子 然後是 在之前的是尋找小春醫生 那個部落裡面 對 就在那個部落 然後我其實畫面也 有蠻大一部分都是尋找小春醫生 裡面的畫面 對 因為疫情啊 這兩年疫情 所以我覺得要去遠方也很困難 再加上我這兩年生小孩 所以我也很難就是 把我的嬰兒 嬰兒就丟著 然後去拍片 所以 有一些新的畫面是我 其實是在我 那時候住在板橋那附近拍的 畫面 所以 就這樣子做了 做了一支新的片子 大概 三十一分鐘左右 嗯 哇 好期待 導演有興趣跟我們合作嗎 哈哈 直接問 皮頭就問我 喔你說那個 那一個片嗎 當然啦 當然 當然 對啊 我覺得導演 量產 是算量產型的耶 沒有完全沒有 我就是 才尋找小春醫生 到這一部片隔了五年耶 超久的 沒有人這樣子的啦 我看Muscle導演一年一部片 哈哈 他是我的目標 我要向Muscle學習 一年一部片 他一年一部嗎 感覺有吧 一年一部兩年一部 嗯 因為我尋找小春醫生那時候 我還有跟那個Muscle導演的靜默同一場放映 所以如果那是同一個時段出來的話 那我真的就落後了很多 對 對 因為他後來又有銀面嘛 然後又有 文靈銀行嘛 回眸 還有最近 回眸嘛 欸回眸居然比文靈銀行還早 好妙喔 因為文靈銀行應該要比較早吧 對你看人家都已經這樣了 人家才這樣 差很多 對 我剛剛聽到你講 新少小春醫生然後剛剛夢嘛 對 然後又有兩部恐龍 對就恐龍 恐龍後面還有一部 那五部啊 補起來 都是還沒有出來的 真的很像 跟銀行借錢然後還沒還那種感覺 就是一個我們知道 我們自己知道有還有幾部片在後面 可是它還沒有出來這樣子 實際上出來就只有做夢啦 所以 就是我還要再更加油 更努力的投入在製作裡面 對啊對啊 我自己覺得 果然還是要 還是要去建一個創作者的義務跟責任 也不只是這樣講啦 就是那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比起接案啦 還是喜歡做做作品這樣子 所以導演應該還是會接案吧 還是有還是有啦還是有在接 對啊對啊 那這樣其實還蠻辛苦的 因為就是你要補補作品 要一起進行 然後還要做結案 對啊對啊 對啊 對啊 所以就一直在想那個 實際上要怎麼去執行的方式這樣子 哦 對啊 嗯 所以現在是只有 辦公室只有一個人 對 就只有我一個人 對 攝影師就是 就是都 有配合攝影師啊 但是就是 我平常不用養他 自己養自己 然後有需要的時候再叫他這樣子 對 然後當然後期也會需要一些幫手 哦 拍攝的時候就需要 可能需要執行製作嘛 那個也是 也是接案子的 然後再來後面的話 翻譯為都會找外面的人幫忙這樣子 剪接目前自己剪啦 對啊 嗯 對 婚姻也是找別人 找外面的人做 哦 對對對 嗯 那 就是我 我其實有看 你的 那個尋找小唇的醫生 嗯 然後我記得我第一次看嘛 然後我就 在公司的時候 我覺得這部片很好看 真的假的 等一下 Mustle也是 這個很悶吧 這個片應該挺悶的 那時候我是 可是 可是我其實是一邊 可能一邊 一邊做事 然後一邊看 這樣 這樣不然沒禮貌 但是我 現在片不都這樣嗎 看片都這樣看 因為 因為那 你那部片其實蠻長的 對啊很長啊 很長 一個小時 七十分鐘 對 對 對包子囊來說應該是覺得很長 然後 然後 我就是 校園發我都快暈了 因為就是 對同學來說就是太 太 太長太沉悶 我自己覺得 然後我覺得 應後也很難 就是跟 跟那個同學有交流 就是真的可以比較有交流 觀眾我覺得都還是比較 年紀比較長 對 難道我 欸 你有老靈魂 你有老靈魂 我只是 我只記得就是 感 感覺是很蠻有意境的 因為他是 他是那個原住民的巫醫 對 然後 我們其實也有 另外一部片叫什麼 那個什麼 也是巫醫的 席 什麼席 席 就是他是 他是一個年輕的人 嗯 18歲的人 高中生 當 當巫醫 然後這部電視 剛好是拍 嗯 拍就是 那個 哪一組 我沒忘記 台灣組 台灣組的 這是最後一代的巫醫 這樣 嗯 對 就會 感覺是說 這是有一點 嗯 我想一下我那時候 就有點 有點 有點蒼桑 蒼桑 喔 對對對 他結局 他結局確實是 收在一個比較 遺憾的 嗯 的尾巴沒有錯啊 然後所以 做夢這一個就是 改寫這一個結局 我自己覺得 就是我重寫一次 這個結局 因為我在尋找 小春醫生的結局 在寫 就是覺得說 喔這個東西 已經變成是口傳了 這樣子 然後他可能 嗯 後繼無人啊 或是他可能就會 越來越沒落什麼之類 那時候是 抱著比較悲觀的 的感覺 在 去收那個結尾 可是到了做夢的時候 我其實完全是正向的 就我發現 人總不可能 不做夢吧 嗯 你就算你物質上面的 的東西 它可能越來越少 可是你還是會做夢啊 你只要能做夢 你就能連結到 那一個世界去 欸這樣會不會很身心靈啊 其實我覺得我片 可能會有一點這種痛掉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就是還是會做夢 你只要做夢了 你就能夠連結到 那個世界這樣子 所以它不會消失啊 因為它那個世界 是一直在的 嗯 你只是沒有真的去接觸 又或是說其實在我們教育 我們的學習 是不會學到這個東西 因為它也沒有 不太有辦法去 被訴說吧 因為它純經驗的東西 你沒有辦法去把它 文件化 你也沒辦法把它 數據化 所以你要怎麼樣去 把它當成課綱 然後去教下一代 所以確實它本身就很困難 可是只要你會做夢 那個世界就在 嗯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對 就是敢於追夢這樣子 追夢 追夢 追夢是夢想的那個夢嗎 嗯 做夢做夢 我說的是做夢 就是睡覺 然後會做夢 就真的就是這個夢 不是追夢的夢 就是單純的睡覺 你只要睡覺就會做夢這樣子 不能做夢的人是很可憐的 喔 對啊 為什麼我會這樣 欸 我講錯了 不能睡覺的人 喔 睡覺的人 不能睡覺的人 不能啊 不能睡覺真是蠻 蠻可憐的 整天失眠這樣 對啊 那個也是蠻痛苦的 對啊 那就是聽到達人 就是對創作有很多的想法 那就是想 想問達人的時候是 對就是創作 你是會有 從哪邊尋找你的靈感 喔喔喔 都是我自己的故事 我是非常自戀的 哈哈哈哈 怎麼這樣子的回答 喔就是 你知道 美國有個評論家 他也過世了 他叫蘇珊珊塔格 對 然後他寫一篇 有一本書叫做 跟照 跟攝影有關係 就是他在評論攝影 我現在忘記書名 可是他就在講說 他覺得每個攝影師都是 偷窺狂 然後 自戀狂 高奇怪 對對對 之類的 跟暴露狂之類的 然後我覺得我三個都有達到 哈哈 有嗎 只是 呃 其實我們在拍別人的故事 本身就有 窺探的意味在裡面 如果你仔細的去想 其實是有的 就是你會想要去窺探一個人 你會想要得到一個正當理由 去跟蹤一個人 跟他回家 看他發生了什麼事情 其實你自己本身就有窺探的欲望在裡面 然後暴露狂的部分其實是 呃我覺得我最近在寫那個 墮胎的那一個提案 他其實是從我自己的故事出發的 所以我就會覺得 我果然是有暴露狂的那個狀態在裡面 因為他等於是 因為一般人他可能不會覺得 這呃 就是會覺得說要保持隱私啊 或什麼之類的 可是我覺得 或者說我也常常會在我片子裡面放我的旁白 我的感覺 我的想法在裡面 然後那就表示 我很想要讓觀眾看到我 在這裡 可是我也可以不要放我啊 Muscle也就是絕對不放他自己 他沒有 他可能比較沒有這方面的欲望 可是我發現我有 然後尤其我寫到這個墮胎的提案 我就覺得更明顯 我根本就是一個暴露狂 可是我並不是實際上就是穿著封衣 然後 沒穿褲子 然後在路上 然後打開要你看我 可是我是用另外一種方式 我是用做影片的方式 去把我那個暴露狂的欲望表現出來 我剛剛說偷窺跟暴露還有一個自戀狂 我覺得暴露跟自戀 其實這樣說起來是不一樣的 可是那個自戀我自己也感覺到我自己也是有的 就是有時候我會想要放 我拿著攝影機的畫面 然後照鏡子之類的畫面 我想要讓觀眾看到我 可是我這樣講起來好像跟暴露狂沒有差太多 我覺得我講的可能不清楚了 可是我確實也會感覺到暴露跟自戀 跟偷窺的這些面向這樣子 我覺得可以理解 因為就是說可能 創作是以自己看到的問題 或是自己想要解決的問題去 對 觸發 對 然後可能 可能是說你拍到後面之後 剪接完之後 你就發現說 好像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是這樣子 我 我覺得我感受到的狀況會是 我不管再拍什麼題目我都把它當成 我都一定要讓它跟我有關 就是我明明就拍那個 拍那個巫師 可是我又不是巫師 我也不是出生在那邊 可是我就一定要把我自己的感覺 的旁白放進去 就是我一定要跟他們發生某一種關係 或是說一定要讓我自己暴露出來 可是你要開景去拍 他可能不會這樣拍啊 他可能就會覺得那就是他們的故事 他分得很清楚那是你的 然後我是我的 那我自己 就站在我 呃 導演的位置或是攝影師的位置 或是紀錄片工作者的位置 我們互相不去 呃 處 呃 就是我們的關係就是攝影者跟被設者的關係 可是我現在就會覺得我好像一直在 呃 就是 破壞這一個 這一個關係 就是破壞這一個攝影者跟被設者的關係 就是 那個破壞就是 這個 我跟你的這個 東西 我一直要去破壞它 就我也是你 你也是我 這樣子 一直要這樣子融合在一起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一定要這樣做嘛 對不對 你有各式各樣的做法 嗯 你可以就是單純客觀的就去拍他的事情 嗯 可是對我來說我就會覺得 嗯 那個不行 我就是說 我只是拍別人的故事 然後 把它做一個很完整的敘事 就是 那個對我來說 就覺得不吸引我 嗯 對 我不會真的覺得 我看了別人的故事 我真的會覺得 說 喔 看了他的故事 我覺得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 我可以有這種 發自內心的反省跟醒悟 我的都一定都是要這樣子 搏擊式 肉搏式的這樣子 弄進去 然後我才會有所感觸說 哇 果然這事情 可能是這樣子吧 這樣子 我有講的太複雜嗎 所以可以理解 他好像跟泰勒導演的蠻像的 嗯 因為他好像幾乎每部片到他自己 他是會出現 對 可是我不知道 對我沒有跟他聊過這個東西 可是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他的操作方式 哦 對 然後 我在學習 我覺得我還學的不是很成熟 但反正我覺得我在做的每一個作品 都是我學習的過程這樣子 就盡可能的做 因為我覺得我量還是太少了 就前面講量太少了 我就是最近就覺得說我 果然還是一年要盡量的做完 做一支片出來 會比較好 如果假設我是要走一個作者的路線 嗯 對 就是 作者路線 對 因為我可能 這十年來 至少我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我可能不太適合就是 只是做接案的 或是做委託的 那樣子的紀錄片工作者 所以 呃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果然也是只能做自己的作品 那我要做自己的作品 那我的量可能就要有 那我的量我可能就要讓我 可能就是一年要有一部片這樣子 不管長片或短片 所以我 我現在自己 自己 給自己的期許大概就是 可以做到量跟 值吧 值就是我自己覺得 OK過了 那樣子就可以 對 嗯 那是什麼 什麼樣的事情 可以讓導演就是 可以繼續做紀錄片 因為 有時候 有時候可能是真的蠻忙的 或者說要 很多工作要做 嗯 那就是對於創作 是什麼 什麼 什麼東西 或是什麼似乎讓你一直 很執著要做這件事情 喔 我有放棄過 你有放棄過 對 大概就是我 結婚 然後生小孩錢 我想說 會不會做別的工作 比較輕鬆 所以我就有嘗試 就是 我就批了一批貨 然後要賣這樣子 什麼 蝦皮什麼 對 然後就覺得 就這樣過了幾個月 就覺得 做這個更累 就是那個累就是說 也不知道怎麼賣 然後也沒有動力 沒有什麼熱情去學 所以你很快就會覺得 沒有什麼乾淨 原來 原來我以前在拍片 雖然也不知道在幹嘛 可是 好像還是有某種熱情 可以讓我做下去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就覺得 那個 後來就覺得 那就 回來做 然後那時候就 開始就是有在想那個恐龍的提案 然後就做那個提案 然後剛 那時候也 剛好這邊是藝文 前面我們剛剛有講嘛 就是說 藝文工作者可以來申請進駐 那這邊叫做板橋藝文435特區 所以這邊全部都是藝術家 各種的藝術家 視覺的 或是畫畫的 然後或是做錄像的 然後或是做雕刻的 各種各種的類型的 所以 還有在認識一些藝術家的朋友 然後就發現原來 藝術家他們的學習 跟他們想事情的方式 跟我們是很不一樣的 對 在藝術家的世界裡面 那個作者是很重要的 作者主觀認定什麼 那就是什麼 就是像杜向說 這個馬桶是一個作品 那他就是這樣子 那 所以我那時候聽到這個想法 我其實是非常驚訝的 因為我以為 我以為 那是要經過很多認定的 那不是你自己覺得 你說了算的 可是在藝術家的世界 那是一個很霸道的事情 就是藝術家就是神 就是作者就是神 我就賦予你這個物件 什麼樣子的 的意涵 你就是什麼 所以我非常的驚訝 原來有這樣的事情 然後也讓我非常著迷這樣 著迷這些概念 所以我就 開始用另外一種方式去想 重新再去想紀錄片 是什麼這樣子 所以就開始嘗試做一些 不是這麼敘事的 不是這麼完整敘事 或是說不是那麼順的敘事 邏輯的紀錄片 我還是叫它叫紀錄片 但我覺得它也可以是一個電影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自己還在摸索這一條路 就是說怎麼去 從藝術家的角度去 處理紀錄片 或是說電影 這樣子 的過程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學習的路徑 就是從做自己的作品 做自己的創作開始 那 對 我的靈感全部都是來自於 我發生的事情 就是 我發生的事情就是我覺得 幹不公平 為什麼我是女的就要遇到這種 類似這種 所以像墮胎這種 就是這種出發點 很 很好笑吧 就是 可是我覺得墮胎應該會蠻多人看的 女生會有共鳴嗎 因為就是其實蠻多人是被迫墮胎 被迫 或是說 我不知道 有些是被迫墮胎啦 有些是想墮嗎不行墮 就差不多是這兩個 因為不墮你知道那個 後面的命運其實是會蠻慘的 對 雖然我覺得我現在沒好到哪裡去 但是 因為我現在也是自己一個要養小孩 可能跟我未婚生子的狀態可能差不多 可是我覺得還是很不一樣 我覺得還是很不一樣 對 這裡面好像有很多不能談的事情 可是就很有趣 觸碰禁忌 對 就會讓我熱血沸騰 就是看其實這跟社會上有關係 因為蠻多女生會 也是會聊到這種話題 然後就是說 可能 可能就是 跟老公結婚 然後 老公要生小孩 他不要 他想做胎 或是說他 婚內的 對 或是說結婚了 然後 嗯 老婆想生小孩 老公不要 類似這樣 其實這 我覺得就是跟社會上其實有關 我自己覺得 所以就覺得說 應該是蠻多人會看的 不會無聊啦 嗯 我意思是這樣子 嗯 對啊 所以反正我的題目都是 都是 跟自己有關 對 我自己覺得想不透的 然後我覺得是 我透過做作品 或是說透過這個作品 來帶我走過去這樣子 我覺得包含恐龍可能也是 對 恐龍 他通常都是 我覺得我的作品通常都是 欸 不過我覺得到 再尋找小春醫生 可能沒那麼明顯 可是我後面 之後 未完還沒出生的作品 可能 大概會有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他 通常都是象徵著我一些 嗯 在我日常生活中 我穿透不了的事情 我沒辦法參透的事情 我穿越不了的事情 我是透過做作品的過程 來帶我走過去的 對對對 有一點這種感覺 嗯 對 我現在講的話就像 算是預言 預言後面的作品 是這樣子的 前面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我覺得那時候 可能都不是很清楚 自己在做什麼 這樣 我不確定 你都尋找小春醫生之前嗎 就是在尋找小春醫生 對 對 我覺得我的那個意識 有一點不同 跟那時候有點不同 對 對啊 那很期待導演之後的作品 對 謝謝 那我們 差不多要 好喔 結束了嗎 應該可以 就很感謝今天 那個佳玲導演 跟我們分享他的創作 跟之後的作品 其實還蠻多 好期待喔 那我們 那我們這集 導演兩件事就先結束囉 好 記得訂閱按讚及分享 那我們這集就結束囉 拜拜 好 拜拜 謝謝 謝謝導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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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